二战日军全军覆没的九场运会战 图一,阿图岛战役。 1942年春天,日军出动2500人占领美国领土阿图岛,这也是美国1812年独立战争以来唯一一次侵占美国领土的战争。 为了收复这片偏远荒芜的土地,美军用了三周的时间,付出了549人阵亡,3500人受伤或动伤的代价,2665名驻岛日军全军覆没,只有27人幸存,大多是自杀未遂者。 图二,吉尔伯特群岛战役。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日本战略进攻的揭幕战,此役,日军4000余守备部队,除146人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 图三,吉尔伯特群岛战役。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日本战略进攻的揭幕战,此役,日军4000余守备部队,除146人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 4. 马里亚纳群岛海战。 世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决战。 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场日本帝国海军,与美国海军之间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一次海战。 由于战斗中日军飞机被美军战斗机轻易击落,被美国人戏称为马里亚纳烈火机大赛。 土五,松山战役。 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6月4日进攻位于龙陵县辣猛乡的松山,历时95天,拉开了中国大反攻序幕。 经过十次战役,1944年9月7日,日本守军司令瞻郭帮人焚烧军旗后独自发旗死亡冲锋,被中方击毙。 松山战役取得完全胜利。 土六,腾冲战役。 抗日战争颠新年北战役的战役之一,地点是在中国云南腾冲,起始时间为1944年5月。 为中国远征军霍奎章率领了第二十级堂军。 在兵力的绝对优势与盟军空军支援下,经过重大牺牲后才殲灭孤立无援的日军,是成功的攻坚战。 土七,雷伊泰湾海战。 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场上菲律宾来特岛附近的一次海战。 以两军投入战场的军舰总吨位而言,雷伊泰湾海战堪称是历史上最大的海战,也是最后一次航母对战,彻底催了日本的航母力量。 。 图八,贝里流岛战役。 是二战时期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爆发的最为血腥激烈的一场战斗。 战斗初期美军只派遣了第一陆战师出战,预计将四日内完全占领该岛,在遭到日军一个精锐联队的抗击后,后又增援第八十一步兵师,最终费时两个月,以1.5万人伤亡全歼日军近万人,作为太平洋战争中美日双方伤亡率最高的一场攻防战,被里流岛战役成为二战。 。 图九,冲绳战役。冲绳战役,该战役被丘吉尔称为战争史中最激烈最著名的战役之一。 。 美军向前推进是以尸体丈量的。 。 神风号自杀攻击就此产生,冲绳战役历时三个多月,美军伤亡7.5万人,日军伤亡11万人,被俘9000人,岛上平民死亡超过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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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